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则是朝他恶言相向 重则则是拿此碗朝他砸过来 甚至有好几回都在他替他翻身时突然掐住他的脖子 说要杀了他 若不是他力气大 恐怕早就死在了母亲手上了 这长运累跃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 让他心里焦脆 终于 在母亲又一次把屎尿拉在床单上后 他冲动喝下了白草枯 可喝下白草枯的第二日 他就后悔了 然而 白草枯从来只给喝下的人后悔的时间 却没有给喝下的人后悔的机会 他恨 他恼 他恼 可他于事无补 在毒性发作之前 他把他喝了白草枯的事告诉了阿芝 阿芝顿时双腿发软 他哭着锤打他的臂膀 质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冲动 怎么可以那么自私 怎么就舍得抛弃他跟女儿 但质问过后 他又拉着他往外走 边走他嘴里还囊囊着 咱们到医院去洗胃 现在就去 阿芸不肯走 他喝了大半瓶的量 没救了 阿芝 你听我说 他拉着阿芝坐下来 说了他对后世的安排 虽然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不公平 可那毕竟是我妈 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照顾她 另外这几日 我会把我们家这套房子过户到你名下 等我死后 我弟阿文他也没法跟你抢 念及婚后这些年阿荣对自己的好 阿芝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 房子过户给阿芝不久后 阿荣也被白草枯带走了生命 他下葬那日 阿文带着妻儿从城里回来 匆匆看了眼 老太恩怯的看着阿文 想让阿文带他走 但阿文说城里的房子太小了 他过去没地方住 他的心里很难受 他不想跟阿芝一起生活 阿芝就是个外人 阿荣人都没了 他不觉得阿芝能留下来照顾她 但阿芝还真的留了下来 他不仅留了下来 还辞掉了镇上稳定的工作 回来守着家里那一亩三分地 以及照顾老太 他娘家父母都说他是疯了 他们说老太瘫痪在床这么多年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被逼得喝了要寻死 他一个儿媳妇怕是得被老太逼得更惨 他们让他带着两个女儿回娘家 想给他物色个好男人 让他带着女儿改嫁 但他不愿意 他拗得很 就认死脸 他答应了阿荣要留下来照顾老太 虽然老太脾性很差 但阿荣带他好啊 他活着时从未让他照顾过老太 一直亲力亲为 就是怕老太把气撒到他身上 甚至还鼓励他到镇上工作 允许他早出晚归 大冬日的 他下班晚了 不想动 阿荣还会给他端来洗浇水 温柔地给他洗脚 他若是说脖子酸痛 他就会给他按摩舒缓 这在他们当时的村子里 哪有几个女人有这种好福气 回想起他跟阿荣曾经的那些甜蜜 他依然能会心笑出声来 所以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背弃对阿荣的承诺 抛弃老太 但老太是真的不喜欢阿芝 阿芝给他擦身时 他总是不配合 吃饭时也总是刚刚把喂进去的饭吐到阿芝身上 还骂阿芝想毒死他 偶尔 阿芝在地里忙活 回来都晚了 他就在屋里头大声嚷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阿芝虐待他了 这时间长了后 阿芝的两个女儿便看不下去了 他们都不喜欢老太 开口劝说阿芝别再管他 阿芝说不行 他答应了他们阿爸的 他们便说他已经照顾老太这么长时间了 已经足够了 阿爸全下有知 不会怪他的 但阿芝就是不肯 就是执拗地认为老太也是人 神的心都是用肉做的 只要他用心去照顾老太 老太的心总有日能被他捂热的 然而 阿芝这一捂就捂了八年 老太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精气时都好了很多 可老太的心依然没被捂热 这些年里 平日天气好时 阿芝将老太背到院子里晒太阳 邻居路过桥见便会夸胜几句 老太 你们吴家可真是好伏计啊 娶了阿芝这么好一个媳妇 老太从来不接话 能哼一声撇开脸 阿芝的心里虽然不算好受 但依然还觉得至少老太也没在邻居面前说过他半句不是了 便以为老太已经慢慢接受了他 直到村子里突然拆迁 尊委会的人过来找阿芝谈拆迁款的事情 阿芝只关心能不能分配一套光线好的房子 他跟他们说老太不能走动 光线好的房子适合老太生活 他还问那分配的房子有没有电梯 有的话就更好了 他还能买个轮椅 平日推着老太在小区里散步 他们几个谈这事时 老太也在场 虽然身子不能动 但老太的耳朵还是很灵的 跟阿芝关心的点不同 他只关心拆迁款赔偿多少 他问的时候 阿芝才附和着问了句 尊委会的人张了张手 说 有这个数 足够你们婆媳生活一辈子了 阿芝被吓着了 他是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他兴奋地跟老太说 妈 以后你就不用困在这小小的院子了 到时候啊 我就买个轮椅 推着你在小区里转 老太听不进阿芝的话 他一心想的是 这么大一笔钱绝对不能让阿芝拿着 他得喊他小儿子回来 把拆迁款拿着 当晚 他就让阿芝给阿文打电话 电话切通后 他让阿芝到外面去 还警告阿芝不能偷听他跟他儿子的私密话 阿芝倒没在意 转头就到院子里剥玉米了 几日后 阿文就从城里回来了 阿芝看到他时一脸诧异 问他怎么突然回来了 阿文眼尖翻得老高 不满地说了一句 我自己家 我想什么时候回来不行 说吧 就禁止往屋里钻 他在路上憋了泡尿 挤着上侧侧击手 阿芝觉得他这人真没礼貌 他是真的不喜欢他 实在想不明白 这老太为何会这么宝贝阿文 明明比起阿文 阿荣更孝顺 品行更好 阿文从厕所里出来后 也没进里屋看老太一眼 便迫不及待地跟阿芝说 我听我妈说 村子里要拆迁了 拆迁款有不少钱 我哥人已经不在了 他的东西自然就是我的 一个外星人拿不上这笔钱 阿芝这才明白 老太那晚为何要赶他到外面去 原来就是为了给阿文说拆迁款的事情 这令他感到很汗心 但在阿文面前 他依然很平静地说着 阿文 你应该还有印象 当初爸妈给你和阿荣分家时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城里的二居室 一个是老家的三居室跟一亩农田 你当时毫不犹豫要了城里的两居室 爸妈也如愿给了你 我跟阿荣说过半句不愿意了没 阿文沉默了 他又继续说 当你兴高采烈地到城里去住的时候 我和阿荣只能待在老家守着农田 还得照顾咱爸妈 咱爸去世的时候 也是我们忙前忙后 你们出钱出力了 既然你们什么都没付出过 如今又有什么脸跟我说这种话 我跟你说 这房子是阿荣的 拆迁款 我是一分都不会给你的 纵人阿芝说的话句句在理 但阿文听不进去 他搬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 这房子即使分给我哥了也如何 他死了 房子就得归还给我妈 我妈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他的就是我的 所以拆迁款必须给我 他说的阿芝自然不愿意 但他没想到 此刻里屋的老太却醒来发话了 老太说 这房子的拆迁款 阿芝必须交给阿文 阿文在一旁听得满脸得意 阿芝却平静不下来了 他回里屋 质问老太为何要这样对他 老太一副理所当然地说着 你又不是我女儿 我凭什么要带你好 阿文是我儿子 我的房子当然都得给他留着 正是这番话彻底让阿芝死了心 他忽然很庆幸阿荣去世前把房子过户到了他的名下 否则如今他真的得被阿文欺负了 只要房子在他名下 阿文一个小叔子的身份 根本就没有权利跟他分拆迁款 所以 他最终同意了阿文的要求 同意带着女儿离开 但在阿芝离开以前 本质对阿荣的承诺 还是询问了老太的意见 他问老太是要继续留在阿文身边 还是跟他走 他很清楚 阿文自私自利得很 老太跟着他 日后他拿不到拆迁款 老太自然会被虐待 老太虽然狠心 但终究是阿荣的母亲 年纪大了 他也不希望老太最终落得一个很惨的下场 可老太拒绝跟阿芝走 阿文已经答应过他了 等拿到拆迁款 他们一家就在城里 换一套大点的房子 到时候就把他接过去一起住 给他颐养天年 还能天天见着他的宝贝孙子 老太的话让阿芝心灰意冷 离开村子那日 他带着两个女儿 到阿荣的坟头上上了三炷香 他跟阿荣说他没法遵守承诺了 希望他不要怪他 坟头两旁的杂草轻轻地冻着 气疯了 风吹拂在他脸颊上 他想 阿荣一定是在轻轻地拥吻他 和他说没关系 阿芝从村子里离开后 阿文就迫不及待地上了村委会 商谈拆迁款的事 刚进门 他就说他不同意谈的数额 要求再多给点 否则就不同意拆房子 可村委会的人满脸的恶人 告诉他 拆迁协议书上 阿芝已经签了字 拆迁款也会在房屋拆除后 打到阿芝的账上 阿文要闹 他们却说那房子早在八年前 就被阿荣过户到阿芝名下了 拆迁款打给他合情合理 得知真相 阿文双腿发软 还坐在地上 嘴里一直念着 难怪难怪 难怪阿芝会那么爽快 就同意离开了 原来是他早就知道 他根本拿不到这笔钱 从村委会回来 他当着老太的面 给阿芝打电话 在电话里头 他对阿芝破口大骂 阿芝只是在电话里头 发出几声老笑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他在打电话时 阿芝已经将它拉黑了 他气得上蹿下跳 在家里乱打乱砸 老太被他吓着了 开口喊他 却被他痛骂一顿 你这老不死的 把我骗回来有意思 还想跟着我去城里生活 做梦 你要是能把拆迁款 给我要回来 我就回来多看你两眼 否则想都别想 这次老太才知道 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他悔呀 可空荡荡的屋里 除了他那嘶嘶的哭声 再无回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薛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